你的去處 那你也說不會留在這個政府裡面 對不起我還是有點好奇啦 這到底是主觀還是客觀 主觀是心裡想不想 客觀是有沒有這個機會 我想主客觀都一樣吧 因為我學校戒掉時間快到了 所以我一定要回學校 那主委我現在想請問的是 你在當主委之前其實是副主委 是我是陸委會副主委 有在國發會當過副主委嗎 沒有 沒有OK 是這樣 因為我們最近看了一個資料 覺得很有趣 這是國發基金105年度 一般投資的這個明細表 那我想請主委看一下 這個現在國發基金 很多都是變由轉 由其他投雇公司來做 我想請主委 主委前面有螢幕 主委可以看一下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那一塊 投資金額 是5億 主委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委託投資手續費是多少 1億3千3百萬 我意思是說一個投資 總額可能很多投資案 5億 手續費 手續費要收到1億3千 主委你也是經濟學博士出身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案子很離譜 一個5億的投資案 一個5億的投資案 手續費收1億3千 那你可以看到 全部交由這些投股公司投資的 大概是 大概是 92億 對92億 手續費收了3億 就是說這符合一般市場的行情嗎 我們請國發會說明一下 國發基金在這個專案投資上面 手續費其實就是符合市場慣例 是2%為基礎 那經濟部有些案子 這個5億 手續費收1億3 有符合2%嗎 我不太確定您前面的那個投資 這是預算中心整理的資料 我那時候看了也是覺得 是不是預算中心弄錯了 如果你的合計 而且手續費total 總共3億 我在問的是說 這些投股公司 你交給投股公司 而不是你直接做投資 那你怎麼去管控 你投資對象 的財務狀況 或是他的營業表現 這個資料還是 是預算中心有問題 這個會後我們再仔細的去查一下 好不好 就總比類來講是OK 但是這個個別的是特別高 我想我們回去再仔細的 再仔細的去查一下 3億的手續費 主委我的意思是說 國發基金 它的表現其實不算好 可是你現在又 在政黨輪替之前 把這麼多案子 交由這些投股公司 而且你給他非常豐厚的 手續費 手續費到3億 你看個別案子5億可以拿到1億3 除非這是預算中心 多打的一個數字 否則這裡面會沒有弊案嗎 這邊 來我把它講完 這邊也是預算中心講的 國發基金99年到103年 真正直接投資的 大概只有4個案子 現在 你把大部分的錢 都交給投雇 那到底他的績效如何 你沒有要直接管控 因為你不是直接投資 那你給他以後 他收了手續費 不管他的營業表現如何 他是現賺不賠 我只是想請問國發基金 這是你們未來的投資策略嗎 好 我們請林副主委來說明講 跟你們報告一下 我們利用這個間接投資用管固 最主要的這個目的是有兩個 第一個呢就是說 透過這個管固公司 他要進行對這些 我們的中小企業 他的投資標的做輔導 所以他有一些輔導費用 第二個呢就是說 那副主委你要不要跟我講一下 我這個1億3的數字是不是錯的 1億3的那個是錯的 因為是錯的 因為他是累計投資 因為我們投資之後 還有投後管理 所以他那是投後管理的費用 那他這個是當期的投入的經費 那另外有一個這邊沒有顯示的是 另外70%就是民間投資的 所以我們之所以要間接投資 不是 要帶入民間投資 我不管民間投資那一塊 我只管說 你這個1億3你的錯是怎樣 這個其實你還是有付這個錢嘛 只是說你是後續管理 只是說你的手續費加後續管理的費用這麼高 而且這個不是看 你們國發基金自己在操作 是委由民間操作 那我想請問到底是哪幾家投雇公司 或是你的管理投資公司在標這些案子 然後你們怎麼去管控他們 他們的投資表現如何 那個 你會發現你們直接投資贏很少 那如果 國發基金現在都是由這些管理顧問公司 管理投資公司 來做這些事 那請問國發基金 存在的價值在哪裡 我的意思是說 資訊是這些投雇公司提供的 你把錢給這些投雇公司 他去做投資 他抽你的手續費 就像你講他後來又拿你的管理費 他穩賺不賠 那國發基金怎麼去管控這些 你的管理投資公司 或是投資顧問公司 那這些關係 會不會讓整個國發基金 他的角色萎縮 而且我更擔心的是 這裡面有沒有圖利 的問題 這個 這邊請看下一個 文創投資這一塊 當時在講文創投資的時候 大家都講說那些公司都馬油油 這是你們的年報 103年的年報資料 我想這個數字應該不會有問題 我們看一下第一家 你們給中影投雇 結果中影管理顧問公司 他只投資一家 他投資的這家叫中影國際 請問主委 阿你就直接投資中影國際就好了 你為什麼中影國際自己投資 成立一家管理顧問公司 來賺你的手續費 來賺你的後續管理費 然後他再把這個錢投資給自己的中影國際 主委 主委 你不覺得這有問題嗎 其實這個投資金額 1500萬 並不是非常大的 我知道他不是非常大 可是他不會因為這樣就停了嘛 你們後續還有嘛 你看喔 你們所有文創 全部都是一樣的模式 找這些管理投資公司 然後他們去找標的物 他們賺手續費 至於這些標的物成不成功 我們不知道 然後當時講文創是要百億 結果只找到這一家 其實我跟各位報告 有很多家退出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他們報名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這些是不是馬猶猶 是不是跟馬總統關係很密切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主委 你們的這個找管理顧問投資公司 第一個 國發基金的角色不見了 你們聘這麼多人 做這麼多評估 結果你們只是在發包 去散財 第二個 你對你投資的項目 完全沒辦法直接掌控 第三個 這麼肥的 顧問 這麼肥的顧問費 這麼肥的 手續費 後續管理費用 有沒有圖利的問題 我只問 為什麼不直接投資 中癮國際 他可能有什麼騙子 為什麼要去投資 中癮 叫中癮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來投資中癮國際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請 我們林副主委 問一下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 國發基金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是做一個政策規劃 那像這個文化部這個是其中 我們委託文化部 文化部來公開照標 這就是喔 每次 質詢國發 會發生的問題 花博呢 請去問 農委會 文創呢 請去問文化部 可是 國發基金是在你們下面 對不對 你們的主委是召集人 對不對 副主委是投資 評審這邊的召集 你們都在管這些錢 可是錢發出去以後呢 就跟我們講說 這都不關我的事 對不起 時間有限 我就直接跳到檔案局這邊來 憲兵抄檔案 檔案局做什麼事呢 我上了檔案局的網頁發現 還有兩個新聞稿 我可不可以請問檔案局這邊 請問這些憲兵去抄這些檔案的時候 有沒有跟你們質詢一下 請你們評估一下這些檔案的價值 這些文件的價值 沒有 沒有 我們完全不知道 你們完全不知道 那 當憲兵抄檔案這件事發生以後 那檔案局的作為是什麼 這不是應該是你們的職權嗎 我跟 我跟你報告 你們的作為大概兩個 3月8號 發新聞稿 說主動徵集政府早期文書 與私人珍貴文書 當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檔案局發新聞稿 更有趣的是 3月9號你們發另外一個新聞稿 說有有有 你們有去找這個胡先生 是不是 你們有去找這個胡先生 那請問胡先生 有把檔案給你們嗎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那個3月9號那天 我們去跟胡先生見面了以後 那胡先生表示說 他不排除 把檔案捐贈給我們 對 那請問他最後把檔案給誰 給王世堅 給談話節目 我的意思說 你們都去找了胡先生 你們是代表國家公權力 結果最後胡先生把檔案給誰 他現在給那個談話節目 那你們怎麼辦 那個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還是有持續的 跟那個王議員聯繫 我們還是希望說 最後這個檔案 還是可以給我們 但是他們現在當然 就有一點擔心 所以我們跟他說 可以給我們 然後他們先掃描過 然後資料再給我們 其實都可以 主委 我覺得這就是 目前中華民國最大的問題 憲兵在做這個事的時候 完全不跟檔案局諮商 當這個事情發生 當你們去找到這個胡先生 結果胡先生 不願意把檔案給你們 胡先生把這個檔案給一個民意代表 把這個檔案給一個談話節目 主委 我想請問 如果中華民國政府 那麼不讓人信任 而你只能發兩個新聞稿 3月8號說 我們有在徵集這些文獻 提醒大家 檔案局還是存在的 3月9號發另外一個新聞稿說 對不起 這個 站起來了齁 我就把它講完 3月9號說 有去找胡先生 可是胡先生 不願意把檔案給你們 我覺得這就是 國發 會 檔案局目前最大問題 人民不信任 抱歉 不是人民不信任 人民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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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